好,在這一集我會講一下,例如受傷害,我們怎樣可以站穩 因為如果受傷害之後,心裡傷痛,的如是一個很難自復 不單止難自復,就是做一個有力的基督徒也好 就是會經常說,哎呀,那些人傷害我真的很難搞 其實我自己受過很多傷害,由我小時候到大哥做事奉的時候,我都受過很多傷害 正因為我受到傷害,神就用在我經歷聖靈之後,就使用這些傷害來教我 我很簡單地講一講的過程,就是當我經歷聖靈之後,隨時有喜樂 就是我經歷了每幾天之後,一祈禱就有喜樂 有一天,就有一個人,我就分享歸外經歷 但是我分享的時候,他是很不接受的 很不接受,他在電話裡發給你 發給你呢,修善,修善之後,我的心很不舒服 在祈禱的時候,我發覺我通,不通,靈不通 我就說這樣不行,我失去了神的喜樂 所以聖靈就感動我,馬上去處理 一個是處理他,另一個是處理我 處理他呢,其實我又不是錯的,我沒有錯 不過呢,我去找一下,有什麼位可以跟他道歉呢 我只能說,我令你不開心,請你… 但是我不是說我做錯的,我不是說我做錯的 於是我就打給他,我就說,如果我令你不開心,我對不起 不過他一樣很生氣,就繼續發脾氣 那時候呢,神就教我了,就是他不接受 是他的問題 那我就修善之後,我就放手了 就是我已經做了,我可以做的 那當然有時有些跟人的相處,不是只是一下子的 不過當時來說是一下子的 那我就放手了,不再想一句 那就是耶穌,阿里路亞,那就是耶穌 那我就再有喜樂 那在這件事呢,神就跟我說 以後有親傷害,都是這樣處理 以後有親,都要立即處理 或者任何罪,或者任何負面的事 那處理上的方法呢,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是呢 垃圾不要吃,負面的不要受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會有很多罪 甚至基督徒,甚至傳道人 有時都會有些傷害 那我們受到的傷害,就算傳道人 有時基督徒,他們有時都會 因為人的軟弱,都會有時說錯話 我們自己也會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很辛苦 那我就決意 如果我想保持聖靈充滿和興散 我一定不可以計較 不可以介意 如果我計較了,我就沒有力量 那我就選擇 我要得力 我在實際上得力,我不再計較 那我就怎麼做呢? 我就有親 什麼人跟我說一件事 我立即在裡面就已經分別 那我分別什麼呢? 我認錯 我認錯 第二 這個人是不是一種習慣性會傷害人 有些人是 他習慣性是這樣 或者他不是習慣性 或者是他這件事看不通 所以他會傷害人 有些人是一時、一時、一時 有些人是長期 有些人是極難處理 有些人你跟他說 是越大、越炒越緊要的 有些人你跟他說一下 可能會改善 有些人平靜一下 對他、溫和、對他 可能會改善 就是每一個人不同 所以這個分辨 那我基本上 我在事奉裡面 我就發現 有些人很有心 他真的有心事奉 不過他有些人不順利 他又會發脾氣 他會激氣 那我分辨到了 他一時之間 不要緊的 他一時激氣 不要緊的 不用介意的 那我就跟自己說 他說的說話 他不好的東西 就好像垃圾 我不要吃 那人不是垃圾 只是他的生命 有一些垃圾的成分 其實人都有 我們都會有的 我們看有沒有處理過 那我就決意 凡是垃圾 不要手下 那我做一做 我發覺 神用了很長時間 處理這件事 我經常有十年的時間 有十年的時間 神沒有釋放我去處理 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經歷四年之後 十年的時間 我面對很多負面的說話 我學到怎樣 有幾件事我深信 第一 神很愛我 神很體重我 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一切會加給我 沒有人能夠拿走這些恩怨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其實就算在 基督教圈子裡 都有很多律法主義 律法主義就是 你不夠好 神幫你 就算你努力也沒有用 有些神字 他沒有這樣說出來 不過就是 你失了你的機會 神不喜悅你 但聖經裡面 不是這樣的 聖經就是 任何人悔改 真心回到神 神是喜悅的 神給你機會 只要我們先求神的國 關心神的事 多於我們的事 先求神的國 想多些人得救 另外就是 神做王 就是祂的國 我讓神做王 完全 我在我生命做王 在我家庭做王 我在我侍服做王 我去到哪裡都是 耶穌說什麼 我就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 求祂的義 行神所吩咐的事 神就一切會加給我 所以我不會相信 任何人說 你再沒有機會 你已經失去你的機會了 除非有個人 他一直都不聽話 到九十幾歲 老到不得了 我現在是悔改 我現在是侍奉神 他去到最後的時刻 他的確沒有機會 不過他在最後的時刻 都可以讚美神 那就是神 他依然是無紀念的 但是 我不會讓任何人告訴我 你再沒有機會 我自己深信 任何人悔改 信靠主 親近神 遵從神的吩咐 神是永遠都是歡喜 以及給人機會的 神是 他是很歡喜 有人悔改 所以我心 就算有些人說什麼 我心裡我就不介意 而我深信 我心裡很寶貴 我心裡很寶貴 所以我就善待他 我又不受他影響 那我的心呢 學一下呢 就是有些人一說 一開聲 我就已經分辨 咦 他是很容易發脾氣的 很容易 說負面的事情 我已經分辨了 那我就會 他一說 我已經 turn off他那些不好的東西 那我用一句說話 中國人太極權說一句說話 四兩四千斤 他說的說話 我不用受落 現在受落是很蠢的 不過很多人就照受落 那為什麼會受落呢 因為覺得 不抵 不強 他這樣對我 我一定要報復 我一定要生氣 其實這樣的時候 受害的人 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決意 任何人對我不好都好 我不會生氣 因為我生氣 我生氣 我自己受損害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 如果用廣東國人的說話 為什麼要拿屎上身 就是 他的屎我為什麼要拿屎上身 他做錯 如果我做錯 我會認錯 如果是他做錯的時候 我都依然分禍 但我不用介意 這一點 很多人就不肯 還有 那個困難就是 他沒有留意到 別人在傷害他 他感覺到 不過他沒有留意到 這個人是做什麼 他沒有留意到 這個人的問題 他沒有分辨 他沒有分辨 沒有分辨的時候 他就照單全收 或者他一樣發脾氣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很難搞 我又想說一句說話 耶穌說 我已經賜給你權兵性 可以潛納石和鐵子 和聖過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過什麽能力 這句說話 其實耶穌很簡單 當我們走在神的路 這句說話沒有說到 走在神的路 不過這個權兵 是被那些信靠親近遵從神的人 這個權兵如果一個人犯罪 他有這個權兵 不過他行使不到 因為他的罪難了神的祝福 我是不怕魔鬼的攻擊 為什麼呢 耶穌說了我們要踐踏祂的 他沒有能力性過我 為什麼我要害怕祂呢 但是很多人就會把什麼都 放在那裡的身上 怎樣被人罵 就說魔鬼是攻擊我 我就會說 他犯罪 他攻擊他 如果我受他影響 魔鬼就攻擊我 譬如我發脾氣 魔鬼使用我的勞氣 來攻擊我 但是如果我 就是說 他好是他的問題 我不介意 魔鬼打不到入我的心 魔鬼不攻擊我 我就日日保持這個狀況 我就不受他的影響 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會把人的罵人 因為魔鬼一定用他來攻擊 不過在乎我有沒有受落 我不受落 魔鬼也不打我 有些人 什麼都 他喜歡推賴魔鬼 是不是都說魔鬼 我就覺得 人有他的責任 我們應該看看 我自己 看這件事有沒有責任 我 有沒有地方 被魔鬼留地 如果我有地方留地 被魔鬼留地 我就在那個位置 我就悔改 因為 爛魔鬼很簡單 買魔鬼 我就看不到他 是魔鬼做的 我就受害者 但是我覺得 我們要分別 我們自己 有沒有令到我們成為受害者 如果有的話 我就悔改 我又活在神的愛 這是得力的愛 就是我經常被神所愛 神所體重 我是很貴的 我只要聽神的話 我的生命會提升 在你的情況 你又覺得 譬如這個國家 我不說他的名字 因為人們不聽話 或者神去追究 我自己來說 我的看法 不是這樣的 我不會這樣看 我會這樣說 每一個人負責他的 當然一個國家 也都是 人們整體負責這個國家 但每一個人負責他自己的部分 就算整個國家不聽話也好 如果你聽神的話 神日祝福你所做 不會因為那些人聽話 你就會 經常被魔鬼攻擊 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總是會繼續給那些信靠親近 遵從的人 只要你信靠親近 他就會為你開路 所以問題就是 堵住一切的攻擊 就是說 我堅決活在神的愛 堅決享受神的愛 堅決從神得力 任何的攻擊 我不受影響 還有 就算周圍的人都犯罪 就算他有原諒 我自己保守自己 我總是信靠親近神 我用一個例子 因為他有信靠親近的 他這個歌都犯罪出賣 但他沒有因為這個歌出賣 而他會濕去神的恩 因為他聽神的話 聖經都有很多例子 是這樣的 那些先知 但是那個先知做的 是神歡喜的 所以我自己 從神歡聖經 我是不認同 就是說 我 人家 當然 一個 整體是有影響的 是一定有的 譬如說 如果 全香港的人都愛主 很肯定 我們全部的教會 是更加容易的 但現在 有愛主 又不愛主 不過 依然 在香港 有越多基督徒 和我自己 都是愛主 我越是愛主 神一定祝福我 所做的事 如果有越多基督徒 真是親近主 真是遵從主 愛主 這一群基督徒 可以被興起 和他會對香港有影響 同樣在這個國家 也一樣 有些人不聽話 你不用負他的贊任 就不用說 哎呀死了 魔鬼有攻擊 我做好我的本法 神一定為我開路 神一定指引我的路 以至我可以信 有信心 人的說話 我不用經常都說 魔鬼攻擊 有什麼困難 有疾病 有些人都說 魔鬼攻擊 有時或者是 有時不是 但如果沒有犯罪 就不是魔鬼攻擊 耶穌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在耶穌福音 五章十四節 如果我們真的走神的路 魔鬼是無法攻擊的 所以我們就 就算有肉體的傷害 或者有些什麼說話 我不受落 我就受不到那個攻擊 就是那個外面的攻擊 不要緊 寶樂也有根次 但是他裡面 依靠神 他就不會受到那個攻擊 所以這個 保守自己在神的喜樂 平安愛和能力 輕省 有信心 有動力向前走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重要的一環 就叫我們一路得力 一路 叫我們一路得力 叫我們一路 就是有神而來的能力 就不需要懼怕 而呢 保守自己 深信神的愛 我走神的路不難 神一定祝福我的 這種心態 我覺得是最基礎 一定要有的 如果沒有 那你有什麼事 哎呀 神又幫我 哎呀 神又幫我 哎呀 又沒有出路 那我就很慘 所以 一定是建基於神的恩典 神的愛 神的恩典 永遠都存在 所以我就會站在這裡 很多人攻擊 就算有萬人 在我身邊跌倒 我都不用怕 都不用怕 因為神一定幫我 那這件事呢 就會令到我們 站穩 而學到這個 靈的討告 用心靈 和處理整個生命的時候 神的祝福 一路成立 我就會 能夠站穩 和做到神 願我們做的事 就算有些地方 他真是很不復興 很多人不復興 但有時候 一個人復興 可以帶動很多人復興 所以我 我不會覺得 有些人聽話 所以我就 走不了神的路 於是 我就經常都受攻擊 我不會覺得 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 神總有出路 神是聖過一切 而且 在很多時代 都是神興起 一個人 那天聽神的話 神就欲祂 祝福祂 那這個信心 就令到我們 即是 人輕散 就沒有困難 祝福祂 葫蘇 世紀 紀念 靈 祝福祂 靈